大家好我是麻里 歡迎收看vlogmasday22 有看前幾天的影片的朋友 會看到娜娜積了雙面頸巾給我們 娜娜是積意的高手 我今天想請教她 嘗試積一條頸巾 所以今天我們會去溫西 逛逛兩間LAMP 出發 我們第一間逛逛的是Urban Yarns 這間是我搜尋溫哥華LAMP的第一間 是最多人推薦的 雖然它的店舖很小 但裡面的種類、款式、顏色都非常多 工具也非常齊全 這本娜娜的東西可不可以? 可以 價錢多漂亮 香港便宜還是這裡便宜? 24個半 好像這裡比較貴 貴一點? 但很漂亮 這隻寶寶 我有肌軒帶來 是寶寶摩羊 顏色真的很漂亮 一卷都可以織到多少? 織一件衣服一卷 要多少卷? 衣服嗎? 看你多大件 好像我通常要十幾個 十幾個? 好貴 這隻東西日本很出名 用來織隻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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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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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變很漂亮 嗯 這隻呢 是要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是這個物料 這是日本的 對 這隻是綿 一塊四十九 即是五十 三百元 真的很貴 這個更貴 全部漸變 是自己變的 不用平針 對 嗯 一天能積得到嗎? 積得到 我還想做一天員工 你想一天員工嗎? 沒可能 做一頂帽 做一頂帽頂 這間真的很齊齊 這是蛇針 這些都是積袖口 積脈 圓筒型那些 對 高一針 這個滑 滑上去 都軟熟 但是就 脫毛 脫毛 哦 你看 好像蝙蝠 哈哈 好fancy 這件也挺漂亮 瘋狂購物完之後 我們就去了對面街的cafe Little Umbrella 這間我在Google看到 它的評分是4.9分 這麼高分 怎麼可以不來試一下呢? 我們點了一份Turkey Avocado Sandwich 和一份Montreal牛肉包 兩份都很好吃 而咖啡都很香 喝完一點都不覺得酸 之後我們駕駛了5分鐘車 來到第二多人推薦的空間店 不過這間店比剛才那間更小 它的空間比較中價位 質素沒有那麼高 麵和菇 兩塊 但都很舒服 對呀 這些這麼像你剛才買的那隻 質地 對 軟熟的 有絲的 這隻 這隻更滑 11元而已 對呀 不過會起毛毛嗎 不會 不過少少可以 少可以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全部都是在第一間LAMP 買的 賣完戰利品就立刻開工 趕快趕工積一條頸巾出來 已經積了幾行 但都很容易上手的 要你的肢質這麼聰明 嘻嘻嘻 有些底子是好一點 我們那時候都是學積頸巾 同軍的時候 全部都是低針 好容易呢 都怕錯而已 腦袋不可以想其他東西 你學懂看 底子是粒粒 面是邊仔 邊仔就全低了 對呀 那你就不用記了 其實這條頸巾也挺粗的 嗯 即是夠闊的 大約你猜要多久呢 我就一晚了 都要一晚 當然你要時間 糟糕 你可能 嘻嘻 你要幾天 幾天啊 我還打算一晚 你一晚不用照顫子就行了 給大家看 不睡覺 不睡覺 娜娜為何你會開始學積東西 我們小時候的街坊是上海人 他們積拉衫很厲害 很漂亮 積到一套套 我們那時候窮 又沒錢 拿一支香雞 裝了別人怎麼積去學 什麼叫香雞 炒香的那些 蛤 燒完的那些香雞 紅色的那些 可以做針的嗎 是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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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操佈了幾十年了 很厲害 紅啤啤都找到 有新廠廠的 大廠廠的 可不可以做嗎 媽咪做什麼 織頸巾 你織成怎樣 都不差 這邊才是臉 顏色漂亮嗎 顏色漂亮 大家留意 這個不是快鏡 快到很可怕 大家看看我這個 我這個差不多完成了一塊 為什麼這麼多 可能不夠 兩塊可能 好現在十點九 我差不多織完一塊 的長度來到這裡 兩塊 今天下班了 明天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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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